第774集 车轮爆胎呢 这是涌上叶浩轩脑海中的想法 他连忙打开车门走下去一看 果然左前车轮已经爆胎 车子已经无法再用了 更关键的是 车子上没有备用的轮胎 这下麻烦了呀 眼见雪山在即 但事实上距离三弦山 足足还有近两百多里 这样一来 天黑前恐怕是到不了目的地了 怎么了 薛听雨从车里走了下来说 爆胎了 恐怕我们得汽车 叶浩轩说 薛听雨看着远处 矮矮的雪山已经在即 他兴奋地说 那好啊 我们就不行过去 我怕你的身体吃不消 我帮你走路吧 叶浩轩说着 反正汽车颠得厉害 这点路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就算是背着薛听雨过去 也无非就是走得慢一点 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长嘶传来 一条红色的身影 远远地从后方的戈壁滩处奔来 却是一匹枣红色的马 他扬开四蹄如一阵风似的 奔倒了叶浩轩的根底 然后亲密地用脸 蹭着叶浩轩 是极云 他果真追了过来 薛听雨是又惊又喜 我说过这家伙通灵性了 他一定会顺着我们走过来的路 找过来的 来得挺快的 叶浩轩说着翻身上马 伸出手道 走 我带你策马江湖 薛听雨伸出柔软的小手 叶浩轩紧紧地握着他的手 轻轻一提 他翻身上马 坐在叶浩轩的身后 紧紧地抱着他的腰 驾 叶浩轩一家马度 急云一生长丝 阳开四天 向着远处的雪山跑了过去 策马江湖纵意天涯 人生最惬意的事情莫过于此 尤其是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 这此生此景 将永远地印在薛听雨的心中 永不褪色 刹那便是永恒 无悲无喜 无梦无患 无爱无恨 四大皆空 人生如此 生与死又有何区别呢 紧紧地抱着自己身前的男人 纵意天涯 薛听雨只希望这时间在这一刻停顿 急云全速的情形 在这种复杂的路况上 马比汽车要快得多呀 尽管在马背上有些颠 但是跟在越野车那种颠比起来 这是真的算不了什么 数百里的距离几乎是眨眼极致 雪山已经在眼前了 这个地方已经是藏地的边缘 雪山之后再行一段距离 那便是著名的世界第一高峰 高峰的另外一侧就是另外的一个国度 这个地方是祖国的边缘 也是华夏最神秘的地方 在这里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遗迹 埋藏在雪山的周围 看着雪山前方接连不断的山脉绝风 叶浩轩不由地愣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哪个地方是三贤山 哪个地方才是他们要找的道家圣地 这个地方的山脉连绵起伏 恐怕不下数百里 要是一座山头一座山头的找过去 恐怕找上三天三夜也找不完 叶浩轩翻身下马 把雪天宇抱了下来 他对着正前方高声喊道 晚辈叶浩轩 前来三贤山求见清一真人 还请真人献身一见 他的声音浑厚无比 远远地传了出去 叶浩轩的声音控制得极好 因为这连绵的山峰后面就是雪山 常年累月的积雪都堆在山上 如果真的声音大了 闹出来雪崩就麻烦了 所以他的声音虽然浑厚 但是他也是小心翼翼地提心吊胆地喊 不然真雪崩了 那就玩大发了 一连叫了三遍 眼前的群山依然是静悄悄的 一点声音也没有 你确定这样喊就能把人喊出来 薛天宇裹了裹身上的大衣 他感觉到有些冷 四周根本不像是有人烟的样子 三贤山真的在这里吗 藏地的气候比其他的地方要冷 尤其是这雪山附近 万年不容的冰雪更是让这里比冬天还冷 所以一入无人去 他就穿上了厚厚的衣服 应该是在这里的 玄机给我的地图上标注的就是这个地方 错不了的 叶浩轩看着四周连绵几百里的山峰 他不由得苦笑道 可是他没有告诉我 哪一座山峰是三贤山呢 或许里面的高人不想见我们呢 薛天宇看着四周说 没理由不见 叶浩轩摇摇头 然后他提起吼道 到底有人没有 雪崩了 他这一声犹如平地炸雷一般的响起 远远地传了出去 薛天宇吓了一跳 他只觉得远处的雪风都微微地抖动了起来 你这样会叫出雪崩的 薛天宇有些心惊胆战地说道 没事 不这样逼他们的话是不会出来的 叶浩轩摇摇头说道 他见没有人应答 于是又提了一口气 这次不把雪崩给弄下来 他是不会罢休的 就在这个时候 两人眼前的山脉处 豪光一闪 一道阶梯突然凭空出现在山脉上 这道阶梯远远地通向山峰的高处 在山顶处赫然有一个骨香骨色的道观立在那里 看嘛 那些高人其实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呵呵呵 叶浩轩笑了笑拉着薛天宇顺着台阶一路向上走去 山并不算是很高 不过薛天宇的身体太过于虚弱 走了没有多久就气喘吁吁的 香汗淋漓的 叶浩轩索性背起他向山顶走去 半个小时以后 两人便达到了山顶的道观前 道观中红色的大门紧紧的闭着 上面立着一个黑沉沉的牌匾 上面写着三弦冠三个大字 叶浩轩把薛天宇放下 他走上前去拍了拍大门上的门环 敲了门之后 叶浩轩便退了回来 他静静地等着 过不多时 门之压的一声打开了 中红色的大门显得有些沉重 这种骨香骨色的大门分量的确是不轻啊 随着大门开了一条缝 一个小脑袋从门缝里探头探脑地伸了出来 却是一名挽着道计 上面套着一个白玉道观的小姑娘 她一袭白色的道袍 道袍的袖子上绣着红色的文案 她的脸很精致 一双大眼看起来是极为的精神 她的年纪顶多是有十岁的样子 她带着警惕的神色 看着叶浩轩说 你们是谁 来这里干什么的 哦 我是京城来的 受玄机真人之托 前来拜见轻衣真人 叶浩轩一手道 我家师父不见一声人 你不要在这里大吵大叫了 否则的话会引起雪崩的 小姑娘不悦地说 你们走吧 说着她坐视角把门给关上 叶浩轩连忙上前陪笑道 小姑娘 我不是小姑娘 我是面会 我哪里小了 你倒是说说我哪里小了 小姑娘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叫了起来 她挺着胸膛激动地向着叶浩轩嚷道 哦 对不起 妙慧师父 叶浩轩连忙改口道 我们真的是玄机真人的朋友 麻烦你给轻衣真人通传一下 真人会见我们的 哼 我家师父轻衣真人 是地地道道的室外高人 不是你们说见就能见的 师父现在正在闭关 是不会见你们的 妙慧双手插着腰 一副凶巴巴的样子 只是她原本长得就可爱 这副双手插腰的样子 非但没有让她有任何的威慑力 反而给人一种更加萌的感觉 哎呦 叶浩轩不由的苦笑啊 这真是 阎王一见 小滚难缠啊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有一天会被这个小丫头 给拒到了门外 妙慧小师父 这位姐姐的身体不舒服 我们找你师父 真的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所以还请你行个方便 叶浩轩苦笑道 现在她也不能硬闯 只能尽量地忽悠这个小丫头 三贤山是道门的圣地 虽然这个地方是名不见经转 但是它与武当山还有龙虎山 是齐名的 只是轻衣真人平时比较低调 再加上这三贤山又在这个偏僻的地方 所以说一向是不为外人所知 就算是奇门江湖中人 除了几个德高望重的前辈之外 也不知道他的存在 平时他就隐藏在这连绵的山脉之中 外面被施以道家的禁止 如果不是对方刻意地想见你 你是绝对看不到他的 我小吗 我哪里小了 妙慧对这个小字是极为的敏感 一旦提到这个字 他就好像是一个被踩到了尾巴的猫一样尖叫了起来 不不不不 你不小 你大 你很大好不好 叶浩轩不由得苦笑连连啊 这个蛮不讲道理的小姑娘 她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你叫妙慧对吗 薛听雨微微一笑道 她走上前问 对 我就叫妙慧 小道姑眨了眨小眼睛 然后她上上下下地打量着薛听雨 尤其是看到薛听雨那高耸的部位 眼中更是闪过了一丝羡慕 她羡慕地说 姐姐 你好漂亮啊 小嘴巴挺甜的 等你长大了 一定会比姐姐更加漂亮的 薛听雨笑道 真的吗 小道姑眼前一亮 当然是真的 姐姐从来不骗人的 薛听雨笑了笑 然后说 能带我们进去吗 姐姐现在身体不舒服 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当然可以 妙慧转身脸色不善地看着夜号宣说 但是她不能进去 我师父说了 惯礼不能让男人进去 轻衣真人 是女人 夜号宣这才感觉到 这事情的不对头 废话 妙慧翻着白眼道 我师父可是个大美女 就像这个姐姐一样的漂亮 万一你进去 起了担心怎么办 我看着像四郎 夜号宣大怒 你不像 妙慧摇摇头 这还差不多 可这丫头接下来的一句话 让夜号宣气炸了飞 你不像是色狼 你像是禽兽 小丫头恶毒地说道 你这丫头 夜号宣怒了 这丫头真的是缺乏管教啊 啊 这个鸟不拉屎 手机都没有信号的地方 她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的 如果不是人在屋檐下 夜号宣真的是要把她抓住 给打屁股 这太让人生气了 妙慧 不许淘气 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同样穿着白色道袍的 年轻道骨走了出来 对妙慧呵斥道 师姐 妙慧有些委屈地说 胡闹 来者是客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客人 快向这位施主道歉 道姑说 是 妙慧师姐 虽然有些不情愿 但是妙慧还是不得不低头 向夜号宣说 对不起了 虽然呢 她嘴上道歉 但是却依然还是一副 不情不愿的样子 根本就没有一点的诚意 算了 不跟你这个小丫头一般见识了 夜号宣无语地摇摇头 然后说道 妙慧师父 我是京城来的 现在想求见轻衣真人 不知道方便与否 师父早料到贵客要来 所以特意派我前来迎接 我师妹太小不懂事 冲撞了两位 所以请两位不要介意 妙善歉意地说道 无妨 小姑娘挺可爱的 薛听雨笑了笑 两位请进 我师父在意见亭等候 妙善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夜号宣点点头和薛听雨一起走进去 只是经过那小道姑跟前的时候 她冲着自己做了一个鬼里儿 然后这才跑到了道观里面 眨眼就消失不见了 道观的面积极大 里面亭台楼阁是应有尽有 虽然谈不上奢华 但是里面古香古色的装饰 甚至能够媲美国内的一些 商业性质的道观 那是因为那些道观太商业化了 处处地都透着铜锈 而这里灵动自然 处处地充满了灵气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让人感觉到心旷神怡 这才是真正的道家圣地 不染先沉 女施主 请在此处稍等 师父有话要单独对男施主说 妙善说 好的 薛听雨站在这个亭子里 这处亭子是在一个人工小湖的正中央央 亭子上方写着三个大字 听雨格 薛听雨心中微微地移动 这亭子的名字就是他的名字呀 是不是这里面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你在这里稍等一下我 一会儿我就回来了 也好选说 嗯 薛听雨微微地点点头 他走到了亭子的正中央处 缓缓地坐下 看着那一池的壁水 他蒸蒸地出起神来 叶浩轩随着妙善继续向前走 路上遇到了不少的道姑 他们纷纷地向妙善低头 行礼 打招呼 同时以诧异的目光看向叶浩轩 因为这里平时是没有男人的 叶浩轩算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男人 穿过弯弯曲曲的回廊 走过一个又一个的静室 终于来到了一间殿前 这大殿是颇具古风 大殿的正前方摆放着三清雕像 有一名道姑盘膝坐在三清巷前 游自在冥想 师父 医生来了 妙善微微一礼道 去吧 清衣真人吐出这两个字 然后双手回转 神归灵俏 当清衣真人转过身来的时候 叶浩轩是实实在在地吃了一惊 他感觉到自己的世界观被颠覆了 因为清衣真人是和玄机一样的存在 他的年龄应该至少是在百岁以上 但是眼前的这个清衣真人是极其的年轻 看起来竟然比他的弟子妙善 还要年轻一点 如果不知道他的年龄 肯定会把他当成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那一袭白色的道袍非但没有让他减分 反而更衬托出他出臣挑逸的气质 见过清衣真人 叶浩轩失失然一礼 清衣真人的实际年龄他不好判断 但是他是前辈 这一点是无需质疑 礼数是不能费的 医生 久仰了 清衣真人微微地焊手 他右手一招 一桌两蚁自行从一侧缓缓地拂过 清衣真人伸手道 请坐 叶浩轩点点头坐下 清衣真人开始倒茶 他用的是一个很普通的茶壶 白色的考词 清花做事总之很普通 他冲茶很简单 并没有世俗茶道中的那些繁琐的礼节 但是这壶清茶冲成 却是一阵香味扑鼻而来 他倒了一杯茶 然后放下手中的清花壶 微微地向道 这是我灌中一棵千年茶树上 所采的茶叶 味道清新自然 只可惜每年只缠一点 仅仅构充这一杯茶 愿和医生共同分享 医生不妨品鉴品鉴 真人的盛情 叶某感激在心 叶浩轩点点头 他伸手就要去端那杯茶 然而令他吃惊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清衣真人右手的剑指一掐 他右手缓缓地从那个杯子的正中间滑过 这杯茶是一分为二 茶杯从正中间整整齐齐地被切开了 但令人吃惊的是这一杯茶被一分为二 茶水质依然安静地折躺在这个杯子之中 一点也没有流出来 清衣真人的内力 已经达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 所谓欲气为灵 逆水倒行 就是说的眼前这个境界 这茶杯虽然是少了一杯 但是这茶杯中的茶水 却是一点也没有少 这份实力 叶浩轩自认 做不到 请不吝点赞